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2018年财报全年营收约6亿元 苹果西打就占了5.4亿元高达9成 但从去年开始股价就一路下探 从2018年初的16元跌到2019年4月2号只剩9.72元 他自从进入台湾以来 他在过去这50多年 他其实他只有专注一项餐片而已 就是苹果西打 其他的竞争者包括像是可口可乐 或者是像是黑松汽水 他们都有发展出许多新的这种产品出来 在台超过50年 雇手单一产品连包装都没有换过 然而其他饮料大厂却看见市场的变化 不断的推陈出新 老牌大厂泰山跟贡茶康拜等手摇联名 做成纸盒饮料 进攻全台通路 抢供一年600亿的饮料商机 保留旧有仙草蜜 同时发展新产线 另一家大厂黑松也在包装上做出改变 近年来更是猛打行销战 南瓜各大领域巨星代言 从棒球巨星杨代刚 电影天后谢金燕 到金曲歌王卢广仲 各大厂努力拼创意重行销 饮料市场竞争激烈 不容许原地踏步 三圈主题方向台北报道